感谢天师的 每一次听到超时的讲师在台上 不断呼吁我们 请把手机关掉或者关机音 以免制造无谓的噪音 干扰到整个课程的运作 几乎你在任何一个班旗 我们都会听到相同的听音 但是也几乎在每一个班旗里面 总有一些人忘记做这个动作 我们一直说我们在朝一个成佛的路去走 那成佛的路上 你从凡夫地起修 一直到你成佛 你三大阿僧奇节 你所有努力的功课的目标 你着手的一个功夫在哪里 各位钱你了解吗 你听了再多的千金万点 你研究了如是道也回武教的经典 你就是再通透 你再明白 他也无非只有提供我们四个字 那叫做知过改过 所有的经典 他告诉我们立身处事的道理 所有的经典 他在提醒我们 我们在自我反省的过程 凡自己的身口意所做 跟圣人所交代的 有所背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 修正自己的观念 我们才能够进而去矫正自己的行为 我们的目标那么远大 我们的志向说出来 会让自己都觉得飘飘燃 可是往往这么简单 这么细微的一个动作 为什么都要别人千叮咛万交代 而我们却往往还会去疏忽他的 所以前行呢 不要太疏忽了自己的每一个言行举止 尤其在公共的场合里面 因为你在一个团体当中 我们还随顺着自己的意思 那你在个人独处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四个字南瓜 叫做为所欲为 我们每一次上课再读谈经 要见性嘛 你要成佛 不要说你成佛了 你要出三界六道轮回 大家不是常讲吗 这个人世间好苦 我不要再来了 你不要再来 你最少具备的条件 就是阿罗汉 阿罗汉 你才跟三界六道 彻底断绝的关系 要来不来 全凭你自己的愿力 我们空想我不要来 但是我眼前的所有的行为举止 却明明白白指出一条路 那就是你必须来 为什么 因为你的脾气毛病没有改 所以这个人世间就永远留了那一块空地 让你在上面去停留 我们要讲见性 我们研究那么多经典 我们现在也都承认 求道只是让我们了解 自己有一颗良心本性 我如何开发这个良心本性里面 所具足的万善美德 我才具备了成佛的一个资格 那你要成佛 无相记里面不是谈吗 常见几过 无道相当 我今天如果忘记了 下一次我要小心 我如果不会操纵 我拜托别人来教教我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疏失降到最低呢 我哪需要别人千丁万交代呢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例行的公式 你就不断地反问自己 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有照着规矩做吗 如果你没照着规矩做 你把十五条浮灰背得朗朗上口 与你又有合一吗 我们刚刚听的那个小故事 两个徒弟 那个笨徒弟为什么能够成到 关键在于 他承认他自己笨 所以当别人给他这样的一个批评的时候 他不会动怒 不动怒就没有无名 没有无名就能心平气和的去检点自己 那个太过于聪明的 些微的举动 没有得到自己预期的那种称赞的时候 心里就勃然大怒 这个无名怒果 就烧毁了自己万里功德灵了 所以我们在听这么多的小故事 我们在累积不断的道理的一个公恨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功课就是 我有没有用它来反省我自己 我自己这段时间 其实所有的着力点就在《王凤言行录》 我昨天晚上还在想 大概这本课本讲完了 内容讲完了 我也整理出一本《王凤言言行录》了 我的未来生生世世应该不会忘记这些东西 因为刻骨铭心记在心里 但是最重要的是 在每一次的整理过程里面 它进行一个自我的心理的一个调整 自我的一个回光返照 我不敢说我今天懂了 我知道我错了 我就这一生再也不犯相同的错 我不敢有这样的承诺 但是最起码 它会让我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我不犯相同的错 于是当我即将又要忘记 圣人叮吟的时候 我又再一次的开展这个书籍 我们在凡腹地的学习 不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让我们的过越来越少 让我们能够心性平和的时间 它越来越长吗 你的心性越平和 你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展现于外 你看人世间的点点滴滴花花草草 你别有一番滋味的 这番滋味就是你透过道理的明白 你自己的内心当中 你了解了 这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东西 否则读它千金万点 那也不过属他家的一个珍宝 该你我又何事呢 我们今天进入到王控言行录 谈到了王先生 他的母亲去世 那这一节的内容 其实与我们在座每一位前贤 都是很好的一个丁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搬起来参班的人 老菩萨居多 年纪越来越大 各位前贤 你必须承认一个事实 那就是没有来日方长这四个字 你看到一天太阳起来 就代表你的时间 你可以学习 你停留在人世间 可以运用的时间 它是越来相对的越来越少了 我们看王控言行录 这一节的詹文里面 带给我们什么样一个学习的心得 王先生的母亲 51岁生的病重 然后在家里痛得哀哀叫 过去的医药不发达 即便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身体没有病痛 可是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 我们对于养分的吸收越来越弱 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的结构 越来功能越退化的时候 我们常常血液 供应不到我们的脑部 你会觉得脑部昏沉沉 身体会极端的不舒适 这些都是我在老人身上看到的问题 我也从这当中去警惕我自己 我们一定要从别人的身上去汲取一些借禁 那所有来到我们身边的人事物 他才带给我们一个所谓的学习的一个对象 这王先生的母亲病重 他为什么肉体的疼痛会如此的一个剧烈 因为他的心里放不下一件事情 他一共四个儿子 最小的儿子好赌 所以在外面的名声很快 没有一户人家 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赌徒 除非你家里有金山银山 看在钱的份上 可能还愿意委屈一下 可是王丰于家里面是家徒四弟 所以他母亲想到自己一口气不来了 这个小儿子的婚姻大事 就再也没有人愿意去负起责任了 那以后这个儿子孤家寡人 要怎么样过老年的生活 这个就是做母亲对于儿女的一个牵挂 我们今天进入到21世纪 你我不断的在佛堂里听到 各位前贤 你的心里对你的儿生 虽然没有雷同的牵挂 但是挂爱总是有的 那王先生面对母亲的哀哀叫 他也莫可奈何 他就问他母亲 你心里到底有什么事情 你就直接把他说出来 他母亲才把心里面最大的一个纠葛 弹出来了 怕小儿子将来娶不到老婆 王先生自己拍收鼓承诺他的母亲 他说他将来一定会替他的小妖弟去取一门亲事 让他母亲不要去挂爱 有了儿子的承诺以后 这母亲的精神就开始振奋起来 竟然三间三叶也不喊疼了 就不断的跟王先生在讲这个因缘果报的事情 哪一家的人做了好事得了什么善报 哪一家的人做了缺德事有了什么不好的报应 所以因缘果报在过去没有读书的人 他也是牢牢记在心里面的 到了21世纪的我们 几乎我们都受过基础教育 所谓的国民义务教育到国中 有九年我们都读书我们都试字 我们也听过很多的因缘果报的故事 可是其实我们往往对于因果是不信赖的 因为如果我们信赖 我们就绝对不敢从自己的身口意 去造作一丝恶因 去给自己埋下无穷的一个后患 所以我常讲很多人还是不畏惧因果 因为畏惧因果的人 必然是谨言顺行 他如履春兵 唯恐一个不小心 就让自己掉落到不好的恶报循环当中 讲了三天三夜之后 他的母亲才安然逝去 那从这件事情里面 王先生就得到了一个道理 他体会出来 人如果把心事了了 准得上终 所以老菩萨记住后学这一句话 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 有一些事情你要看淡 你要放下 所以王先生有这个体会以后 在他学到的过程里面 他不断的劝人要做个活死人 准能得到 什么叫活死人 不动心的意思 我们在读六祖谈经 第一品行优品 我们学到了第一句话 叫做不思善不思恶 各位前嫌 这句话的终结点是什么意思 你们想过没有 他意思就是说 我遇到任何境 我不动念 你为什么不动念 因为你不取向 如是而已 我们一动念 不是落在善 就是落在恶 对不对 所以唯有不动念 他才符合我们的本心 真如自信 是理念清静的 所以我们天天在读这些东西 我们又思维出 它里面的含义是什么 因为我们只有思维出 各种的含义 我们才能在日常生活里面 把这个意思放在自己的生活 让它结合为一 我们的修行才会往上提升 否则朗朗上口 不思善不思恶 这是哪一门事 动念不就是善恶两边吗 他意思就是不动心 不动心就是一切进戒风 与又不相干 这个就是活死人 我们人活着 道心是理念清静 所以我们动的都是人心 我们天天送心经 无怪不无忧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进涅槃 每一个人朗朗上口 我们不要说无于涅槃 是成佛的标准太难了 光一个勇于涅槃 这一个阿罗汉 闷心自问 看看自己好像离那个条件 还蛮遥远的 老菩萨一定要学会放下 因为牵肠挂步 与事实没有任何的帮助 它只是消耗你的正能量而已 没有了正能量 人的身体就容易生病了 你的免疫的功能就相对的减低了 于你我而言到了这个年纪 早上梅子姐问后学 几岁了 超越了69 又应该就是70了吧 有一些的道青 还为了我今年几岁 我不承认我自己已经那么大了 还要加加减减 我通常就是五尽数 过了70你再问我 我就是75了 我不喜欢在那个小小的12345上面去打转四舍五入啊 不需要 因为岁月的流逝 它不代表什么 假如我们这一生 有透过学到 让自己的每一天 我能够过得很踏实 很心安理智的 它未来影响你的 等着你的 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那里没有病 没有空 没有人际的纷争 没有世界的战乱 没有疾病的流窜 没有人我的一个对立 那么美好的世界等着你 你还有什么可恐怖的 问题就是 我眼前能够过得心安理智的 那年纪越大 到了70 到了80 你应该不会再贪求名语利了 可是你会落在一个区块跳不出来 就是亲情 即便我们在学到 我们还是有很多人会希望 我年纪大了 我要想天伦之乐 我的旁边要儿孙成欢西夏 你想的越多 如你愿 你是累死你自己 年轻人跟老人家住在一起 三餐就是老人家负责 你就摸着良心讲这一句话吧 对不对 你会日子过得轻松吗 可是我们人看不破放不下 到狼老做牛做马 还做得心甘情愿 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们不是一直想要跳脱畜生道吗 你为什么要让自己活得比牛马还累呢 年轻为了家里面再烦 到老的时候 上天让你公开 可以很明正言顺的去想自己的幸福 你为什么要放弃呢 而且当你希望能够儿孙围绕西夏的时候 你就会对于儿孙的生活进行干扰 你会干涉 三宝是打通电话 那一星期你要回来吗 我过去在我婆婆的身上看到很清楚 我嫁到她家去 我每一年到礼拜五就会接到电话 明天礼拜六你要回来吗 所以我从来没有星期六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 你烦恼越多 你的希望越大 如果儿孙如你的愿 你也不过得到一时的畅快 回去以后你难道不要忙东忙西的吗 那你相对的有没有对年轻人 也增加了一些的负担 一些的干扰 很多事情都是相对的 当我们只看自己我想要的 你就忽略了别人的感受 所以要懂得放手 不要让自己的爱对别人形成枷锁 以现在的年轻人的口语化叫做感情勒索 所以生活中白心的事情也要学会放 过去种种就把它忘了吧 你放在心里面 揪割自己的情绪又有何意呢 所以不论你在年轻的时候 或者今天之外的昨天 你曾经遇到多么严重的事情 既然已经过去了 就让过去的那个自己随风飘走 让今天成为一个崭新的自己 你把握现在 你好好活在当下 这不是一个人生最美好的时刻吗 常讲 昨日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今日种种 譬如今日生 我们都会讲 当老天要给我们一个新生活的时候 我们有用一个欢喜心去迎接吗 还是你还是期待落在一个苛就当中 然后自己就在情绪上面 有了一个强烈的奔驰 名利 行爱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望 六道轮回 爱为基 名利到了一定的年纪 他还容易淡化 但是这个情爱 如果没有透过意义的一个进化 如果欠缺了自我的一个关照 你会年纪越大 你的安全感越欠缺 于是你急于想要绑住你身边的那些人 这样的执着是很可怕 所以人类因为有欲望 人类才会不断的一个进步 科学的土匪猛进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物质上的欲望 但是也相对的 当欲望得不到一个满足的时候 又把我们推到了一个苦难的一个源头 它更重要一点 是跟我们修道也绝对的一个观念性 如果活着 看不过放不下 灵中的时候 你所有对于人世间的执着 都会不自觉的浮上你的心头 它会障碍了我们的去处 所以我们修道的火候是高是低 在我们现在平淡的生活当中 你看不出来 它取决于灵中的那一面 你是真的把名利放下 你是真的把情爱给掏掉了吗 所以不要以为我活着 多做一些与人结善缘的事情 就表示将来我的果位一定很高 未必的 你们没有听过一个禅门的公案吗 有一对师兄弟在修炼 然后庙里面有没有 也有很多随从学道的有 这个大师兄修文很好 他预知了自己的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他就跟他的师弟 还有庙里面的那些的徒儿就讲 他说等庙里面的钟响的时候 那一天就是我作画的时候 结果那一天的时间到了 大家都在助念 帮助老和尚去一个好的地方 奇怪呢 庙里的钟一直都没有响 于是他的师弟也是一个高僧 他就用眼睛一看 发觉在临终的时候 那个师兄坐在禅房里面 禅房外有一棵桃树 春天桃子开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师兄临终的时候起了一个念头 这么好的念头 这么好的桃子吃一口该有多好 就这一念就转世到桃子上面 成为一颗小虫子 那个师弟一看到他的师兄转到那个地方去 他就走到桃树那个地方就把那个虫子给他捏死 那一捏死有庙 庙里的钟就开始响了 这一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你临终的那一念是很重要的 我们既然早早晚晚都要面对那一刻 你为什么不提早建设自己的心理 学会对于周遭的人事物你要看淡 名利是一定要丢的 亲情一定要把它放下 所以不要天天黏着在那个里面当中 还洋洋自得 你不了解 那个都是障碍你未来修行的一道道的门槛 所以学到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容易啊 我做一点好事就一定道成天上 那个只是外王的功夫啊 那个充其量就是气界的神仙罢了 你真的要道成天上 你内心里面一点的牵挂都不可以存在的 要少得一干二净的 所以不趁活着千叮咛万交代的 自我洗涤内在心里的一个盲点 你寄望别人他能帮你什么呢 所以宏一大师他曾经讲过这一句话 而这一段话我在课程上 这两年来也不断的引用跟各位前嫌庭 因为我发觉大家在跟后学在对谈的时候 你最惯爱的就是我的孩子 我的孙子他如果不成才 我将来离去了 他应该怎么办 我请问你 你挂爱他你就可以不离开他吗 你挂爱他你就可以心想事成 让他一瞬之间脱胎换骨 成为动良之财吗 你改变不了现状啊 只是消耗自己的正能量罢了 所以才不断的引用这些话 跟大家提醒 我们为人父母的 你凡是你应该做的 你已经做了 你该劝的你也引导过了 你劝不动你拦不住的 那是他的命啊 所以有一个人如果听死 听死都不听你劝 你苦口婆心怎么引导他 他也不接受 那就证明人生的这一条弯路 他必须走 有一些结诞 他要亲自去经历的 你不可能娶他而代之的 人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 你来到人世间 都有你累结欠修的功课 纵然我们轻为他的父母 轻为他的手足 你也不能帮他修那一门功课 你只有把自己修好了 看将来我们飘飘在天堂 人世间的他如果有难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能够伸出一点援手去帮助他 你不要把你所有的心思都耗在那个上面 真正的大修行者 不做这样 涂费精神 而于事情没有任何注意 所以生命当中要懂得随缘呢 我们静心了你就放下 来到人世间的每一个人 不论亲疏远近 都有他的功课要学 都有他生命当中的节要去度 所以愿意听你讲 跟你有缘 你就说两句 怎么说他也不肯听 你就三间齐口也不用多说了 这就是我们学到一个正确的心态 看似无情却是真正的大有情 第三节我们谈到利命 谈到利命之学 在了凡四序里面 几乎他是占了很大的偏解 很多章节都提到了利命 唯有利命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谈到利命 我们都谈一些很高深的一些的条件 我们要去圆满 其实以后学看了三教经典 到现在 我只有一句话 你要如何利命 把你人生中 每一个扮演角色当中 应该履行的义务 你甘之如意的把它做了 这就是利命了 没有那么多艰深的功课 也没有那么多艰难的条件 你要去挑战 就如同王宏宇讲的 无论任何人 你在人世间扮演一个角色 就有一个名称 做人的父母 有父母的名称 做人的儿女 有儿女的一个称呼 每一个角色里面 都有我们应该履行的一个义务 记住 义务 不要去谈权利 这个社会会动荡不安 人跟人之间 一直处在尖锐的对立当中 就是我们只讲权利 我们不去履行义务 所以我学到的人 要跟世间的人反其道而行 我们只谈义务 谈义务就是 我守住我的良心 把我分内的事情该做了 我问心无愧了 那就好了 这个就是利益 那在这个区块里面 王先生特别提到 他的一个工作态度 我在读这个章节的时候 就回想起 我当年学校毕业 也走进所谓的公司里面 去上过班 我小的时候也在摊贩里面 帮自己的父母摆过什么 摆过面谈 我在省私这些角色里面 我在替换的工作的当中 其实我这个人比较不喜欢换新的工作 就我在一个地方都待得比较久 我大概在三个空间里面 我找出了我自己的一个错误 找出了我当时犯的错误 可是以前是浑然不自觉的 你看王先生的工作态度 他如果要去上工的时候 他做的都是长工 一年为期 他会提早两天到东家的家里面 先去看一看应该注意的事情 那两天是没有薪资的 然后满工的时候 我们就迫不及待的 要赶快下班回家了 他再多停留两天 看有没有事情做的不周详的一个地方 然后只要遇到工作上的事情 应该做的不用老板特别交代 他就主动把事情完成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因为他把老板的工作 把老板的事情当作是自己家里的事情 他尽心竭力去做了 他这样做的结果 他最后得到老板的肯定 旁边的人也就会什么 受到他的一个感染 我就想起我当年的时候 我在上班 八点半到五点半 我永远打八点半 我从来没有二十九分的 二十九分进去 我就觉得老板今天赚了我的便宜了 我下班的时候一向打五点半 问题我的办公室离警卫室 他最少有五分钟的路程 我怎么都能够打到五点半呢 那是因为我都提早在警卫室那边 等着去打那个打卡钟 好几次打到五点二十八 差五点二十九的 因为敲下去太快了 他只要不到那个时间 他就是红字 所以五点半要多敲几次啊 要不然快速是会认为你提早下班 我就想到这个一个过程 我在一个地方工作那么久 我几乎就是这个样子 我从来不认为我犯错 我这一生唯一做了一个家事的劳作 是在我上班的时候做的 我做十字秀 然后我做珍珠秀 然后我又缝毛衣 那么美好的事情 都是利用上班时间做的 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占到老板的便宜了 我觉得我很会善用闲暇的时间 所以我们如果不去看别人 是怎么样去面对他一个做工的态度 我永远不会觉察出我自己的错误 那我只有错这样子吗 其实也没有 不仅仅是如是 我还发现到有一次 我在一个工作的地方 我地上捡到了两万块的玉币 我把那两万块我就交给了柜台 我就交给柜台 柜台的人就跟我讲 他说我们就私底下把它换了 换了以后有没有 我们就平分起来 我记得那一年我刚出社会 我竟然也答应 后来老板有没有在调查这件事情 我在老板的眼里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他说周小姐 你有见到有人捡到钱吗 我说捡到什么钱 我真的不知道是公司人调的 他说他的女儿是会计 结果掉了两万块钱的玉币 那不知道掉在哪里 他如果你在柜台 有知道空是他一生 我心里想 哇不就是我捡到那两万块 我有还他吗 我没有还 我的老板对我如此信赖 所以各位前行 你从来没有去仔细的 在研究道理的时候 回头去看自己过去曾经犯了错误 那个时候心里面还起了一个侥幸的念头 好在是老板孩子掉的钱 他们家有钱哪在乎这一点 可是我们忽略掉了 不论那个人有钱没钱 那个不是你的钱 你捡到你就应该物归原主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研究王凤言行录 我为什么把他当成我生命当中一部圣经 那个应该是我二十几岁 二十五岁犯了错误 他几乎就成为你生命当中一个污点 所以有的时候人越早学到越好 为什么 因为他会让你在一些众说飞云 似是而非的言论当中 你知道自己立身处是知道应该是如何去做 所以那么区区的几千块钱 三个人就棚分掉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在读这边的时候 或许每一个章节读 每一个章节在反省自己 检讨自己生命的过程里面 我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犯错 第四节 受武肚治 受武就是遇到外境不符合自己的期待 就譬如刚刚一开始 那个很聪明的徒弟 拿了一个什么小的容器去接这个雨水 被这个师父讲他是傻瓜的时候 对他而言这个是屈辱 他心里就不舒服了 反而就障碍了他学到的一个成就 那我们看王先生 他在遇到外境带来这么一个莫大打击的时候 人家是怎么样去脱胎换骨的 我们不是也常认为 自己在现实生活里面遇到了一些磨难吗 那相较于他所遇到的挫折 我们所碰到的真的是不足挂齐 因为整个年景不好 年景就是讲经济环境不好 所以王先生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 他就跟那个周姑丈家里面的姑姑 就借了一些衣物送去当铺里面点档 我小的时候还见过当铺 他收人家的家里面的棉被啊 旧衣物啊 因为经济困窘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必需品 所以大家都需要的 那过年前的时候 一直还没有把点档东西赎回来 因为靠近过年 加上路上有土匪的一个出路 王先生又动了一个念头 路上也不太平 又赶着过年了 过完年再把点档的物品赎回来 再还给姑姑家应该也无妨 对不对 是亲戚吗 结果没有想到他的姑丈一直派人催 王先生去的时候 去他家当面禀报 还被他姑丈骂的一个狗血淋头 说他妈王家没有一个是人 骂得这么难听 王先生受到这样的一个辱骂以后 他连夜就赶回到十里台 十里台是他过去跟一个张东家在做工的一个地方 记不记得那个东家很喜欢讲一些的故事 杨角哀啊 或者是吴宝安的故事就是在那边工作里面听的 听到的 王先生回去找这个东家借了钱 把他姑丈的那个衣物赎回来 连夜又赶去还给他的周姑丈 事情过了以后 他心里就想 同样是作用 为什么我跟姑丈家里的贫富的环具 差距如此之大 为什么他可以把我损的 这样子无地可以永生啊 同样都是亲戚 那为什么他有名望 为什么我没有名望 这就很像在现实生活里面 龙生九子各个不同 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都不一样 他的道理很简单 林磊是造作的恶业善业不同 所以这一生有同为一胎的手足的情分 却未必表示你们有相同的一个业力的一个牵绊 所以就有贫富贵贱 各个发展有天渊之别的一个情况的产生 所以他对于这样的一个遭遇 他一直耿耿于怀 耿耿于怀不是他去计较 他是要问清楚 为什么他的孤胀这么有钱 为什么他的孤胀在林里当中 受到这么多人的敬重 他到第二年去做工的时候 他还是不间断地在反问自己这个问题 他在自问自答的过程里面 他想到了一个问题 财富是由勤俭得来的 那名望也是由自己创造出来的 他只能找出这两个答案 可是终究没有解说出来 孤胀家他为什么可以创造出这么好的一个名望 于是他就决定了 隔年的时候去他孤胀家去做工 要是我们面对一个人曾经侮辱我 我一定永远跟他保持距离 我们现在坊间喜欢讲 我还去他家做工 给他更多的机会瞧不起我吗 可是人家王先生是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我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我们也很容易颓废丧志 那股怨气如果出不去 又找不到自己受挫折的一个答案 就很容易产生怨天由人的一个负面的情绪 实际上站在佛法上来讲 一个人的顺境跟逆境 和你所接收到的讯息是截然不同的 当我们处在事事顺利的时候 前贤们一定要小心 不要沾沾自喜 我已经经过这样一段煎熬 我苦尽甘来 其实这表示你在用过去生的一个福报 如果你没有创造新的福报 你用完了 来生你就进入到颠簸流离当中 相对的 如果不是出自于我们个人的一个造作的行为 所招来的一些挫折 那面对这些挫折的时候 你只要甘之如意 他也可以消我们过去生所犯的罪过错 所以面对顺境 面对逆境 我们研究了这些佛法 就是教会我们 画一个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面对的事情 我们才会带来不同的一个启示 还有不同的一个警觉 可是一般人往往刚刚好跟圣人所讲的是相反 在顺境的时候沾沾自喜 自觉高人一等 在逆境的时候就觉得老天对我似乎完全没有疼爱 所以不研究圣人的道理 我们面对一个境界 他带给我是好的启发 还是有另外一番隐忧 正确的答案我们都读不出来 所以王先生在遇到他孤障这个事情之后 他真的下决心去他孤障家做事 下一节就会提到 你看他孤障是怎么对他的 25岁学泛工化粥 因为家里面的经济环境不好 所以那一年不是旱灾就是水灾 也根本就没有收成 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非常的困难 王先生就想到当年在张东家 听善书讲到梵文正宫化粥的故事 那是讲梵仲淹 梵仲淹在附近赶考的时候 庙里面有很多读书人在里面寄居 然后因为梵仲淹的家庭很贫寒 也没有办法逢迎胎 比不上那些有钱赶考的书生 所以庙里的小师傅就欺负他 跟庙里面其他人打好招呼 每一次庙里吃饭都是敲钟的 集合大家到食堂去用餐 他们就故意吃饭的时候 私下联络好 也不敲钟 那王范先生在自己的那个 栽房里面读书读得很用功 等他觉得鸡肠碌碌要吃饭的时候 奇怪今天钟怎么都没敲 赶到厨房人家吃饱了 然后厨房都在刷那个饭桶啊 饭桶里面有残余的一些的饭粒 王先生就把那个饭桶里面 剩下的那些洗刷出来的东西 倒到一个盘子里面 天寒地冻啊 很快就结冰了 他把它化成九块 一餐就吃三块 他是这样子去煎熬出来的 人家最后成了什么 宋朝的宰相 人家也没有因为十年苦毒 一朝成名就止高气昂 反而那个德性一发的崇高 把他所有在官位上赚的钱 去造福他的邻里百姓 所以范仲淹修的功德 可以庇佑范家后代子孙一千年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对象 那王先生记得这个故事 也就把家里的米 给他按斗按斗都给他秤好 一餐只能吃多少 都煮稀饭 如果饭不够了一定吃不饱 因为都做出活嘛 就去山上摘野菜剥素皮来吃 严格碰管家里面所有的饮食 结果到来年的时候 新的骨子出来了 他们家的旧的粮食还没吃完 而左右的邻居早就饿得什么 皮包骨一个 这里由此也可以看到 王先生他听的故事记在心里面 当他遇到雷同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模仿古人的方法 去安排他自己的生活 所以他是学一个字 他就一步一步把它行出来 我就很感慨 我认识的字应该也蛮多的 我好像也没有把它做得很彻底 所以找好处 这个入下以后 天气热了又下雨 所以田里面就长满了杂草 他们在外面替人家工作 那因为这块地 它不好整理 你不把杂草给除掉 就根本没有办法过种耕田嘛 所以老板就出高价 找工人来整理这块地 王先生就带着一群人去除草 那左右有人路边有人经过 看到这块荒地 杂草重生的样子 每一个人都摇头 认为这块地 鸡鸡屋好像看起来没有希望 你要把它整理出来成为一块凉田 是很困难的 所以大家就七嘴八舌的去讲啊 何必费那个力呢 这块地眼看就没有用了 结果其中有一个工人就讲 他说啊 他说因为这个地 它不好整理 所以老板才会出高价钱 让我们来整理 我们才能够赚钱养家嘛 而我们也藉由这么一个艰难的工作 我把它做好了 是不是其他人也就知道 我们做事做工是有本事的 以后就不怕找不到工作可以做啊 这个工人当时就回应了别人这种看法 王先生从这个工人讲的话里面 他立刻就有了体悟 他说凡事都有好处啊 正面找不着 从反面找 能够从反面找到好处 才能够免去反面 这件事就带给后学一个提示 三年前后学的公公91岁 7月1号倒下去 按照送到大医院去 医院是说不要再救了 91岁二度中风 也没什么大希望了 婆婆的意思也是如此 唯有我那个女儿坚持一定要救 那确实也救起来 他花了很多心思照顾他的遗亿 那在这一段的过程里面 坦白讲我们做人媳妇的 不可能不去承担一些工作 你偶尔做一次做两次 你还不觉得自己心态的变化 总以为老人家脱不久了 讲一句难听的心态就是如此 可是经过半年多一年有没有 老人家恢复的很好 可是他恢复的再好 吃喝拉撒睡都要我们全部进去照顾 我们家里除了一个公公 还有一个婆婆同一个年纪 他虽然没有像他一样 可是体力也衰退 所以有的时候婆婆如果生病 那真的就是家里面就是不得安宁 要动用好几个人进去 那在刚开始的那一年多的时候 我们是三个媳妇轮流煮饭 那后学 我煮饭如果遇到家里面有事情 后学就不回去 我先生说你回去也没有用 因为我们没有体力抱那个老人家 所以先生负责回去 后学负责煮饭 每天两点多要起来煮饭 因为你要敢在五点钟之前煮好 赶第一班车把它送回到南部去 刚开始没有感觉 真的心里面没有动任何的一个气 时间一久了 我就告诉你我心里不舒服 那个人里面就有一种 有一种怨气出来 那个压力很大 因为你说两点多起来 你为什么要那么早起来 因为他的东西要煮得很烂 所以那个心态就一直有一种起起伏伏 毕竟我道理研究了已经二十多年三十年了 为人仔细之道我会不清楚吗 可是当那个不平的气氛出来的时候 他会恶从胆边生的 我一向很坦然面对自己心态的变化 我就看到我那个心绪的一个不宁 你知道吗 虽然我站在那个地方煮菜 看似心平气和 但是只有我知道里面 不断地在澎湃在激荡 所以偶尔我的情绪会很不好 我只是不说出来而已 可是我自己看得很清楚 就这样反反复复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有一天我对我自己讲 我如果在这个地方上 我不能够去找出一个真正的答案 让我自己心平气和 我所有的学道都白学了 可是我告诉我自己 逆境是来给我们锻炼的 当你处在一个事情 每一天要不间断地去面对的时候 你发觉那个逆境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画下句点 那种感觉那种情绪真的很不好 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就想明白 他出自哪里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反面去思维 所谓的正面就是 我一直从我的付出的过程去看 我只有付出我哪来的收获 他带来的就是煎熬 带来的就是不平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动了一个念头 王奉仪言行录在讲啊 正面找不找好处 从反面去找好处 我这一动念之后开取思维 我就发现 我公公的这件事情 与我而言 其实它是莫大的一个助益的 为什么 因为后学的女儿非常的杰出 我坦白告诉你 我生下她一直到她长大成人研究所毕业 然后到她去工作 我不知道她怎么长大 我完全不清楚 因为她不会带给你任何品德上的困扰 她不会带给你任何课业上的一个负担 你不用替她请家教 她的书就读的 就是第一女 她自我的约束能力很强 她永远敢第一班车去学校读书 她读大学读研究所 我没有供给她任何的一个生活费用 她到底是怎么样熬过来的 我后学都搞不清楚 所以从以前到我女儿成长过程 我跟我女儿之间是有一个距离的 因为我没有付出为人父母 为人母亲应该有的关怀 比如女孩子成长过程 有一些必须要买的东西 我都不知道谁带她去买的 最起码不是人 所以长期以来 我跟女儿之间 就是平平淡淡 你说有亲情吗 名义上我们是母女 实际上她没有一个感情的联系 可是透过公公倒下去以后 我女儿她辞掉工作 在家里照顾我公公14个月 然后我们回去参与这个工作 一起去照顾老人家 她看到我 应该说看到了我先生 对于她爷爷奶奶的一个付出 所以她曾经跟我婆婆讲 她说你最孝顺的就是我爸爸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 她自己的一个深刻体悟 我们很少跟孩子讲 哎呀我们是怎么样孝顺爷爷奶奶的 我们没有跟她提过这些 所以她自己体悟出来以后 你发觉她对你的关怀越来越多了 以前生日就是给你一个红包 没有其他意思 后来学会了给你订餐送到家里面 然后就你有任何的所谓的身体上病痛 她就帮你收集所有的资料 告诉你要去哪里看 我就思维到这一点 这个转变从哪里来 从我公公倒下去的时候 她带来的 我才了解 原来老天的运作是这么样的一个奇妙 因为在我的所有人际关系里面 就是这个区块 是我最大的一个障碍 我其他都没有问题啊 都游刃有余的 可是唯有这个区块 我无法去跨越 为什么 因为孩子长大了 可是老天居然借由这么一件事情 就很轻易的打破了两代之间的那种 所握的隔阂 我从那一天长得上 我在煮饭的过程里面 我体会出这个道理 然后晚上我先生回来 我把我的想法跟我先生沟通以后 他也是这样认为 从那一天以后 我再也没有不平的情绪了 就用一个很自然的心态 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对于这句话 我是真正的有切实的体悟 很多事情我们就是从正面看 一直站在自己吃了多少亏 承受了多少压力去思维 所以你的负面的情绪会越来越高 可是当你反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老人家用他的身体 来破除了两代之间的一个鸿沟 那就是你金钱换取不来的一个收获 这是后学在针对这个章节 提出我自己切身的一个经验 所以你问我现在人生当中有任何遗憾吗 我婆婆讲一句话 她现在不论什么时间走 她没有任何的一个遗憾 我也把这句我婆婆的话放在我的身上讲 我也没有任何遗憾 凡夜 盛夜也好 我都觉得没有任何不圆满的地方 所以遇到任何事情 记得正面找不到好处 从反面去找 我们人在生命的成长的过程 在一路的学习 这一辈子如是 未来是你再来人间走修行这条路 你依然是面对相同的人生的历程 所有你不能克服的功课 你在未来生 没有一个功课是你可以省略的 它一定是靠你自己切实的一个跨越门槛 你才能够回过头去看 那个东西不再形成你的障碍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奠立一个很正确的观念 要学会不论外在所带来的一个挑战如何 所有的逆境真的是在帮助我们成长 人生不可能永远平顺 你看大自然的一切 树木它有荣跟枯枉 春生夏长 到了冬天它就枯萎了 人生有顺跟逆 我们来到人世间 呱呱坠地 有一天一口气不来 就跟这个世间说再见 这个人世间的所有一切 你举目去看 都在分分秒秒瞬息万变当中 你我既然处于万物当中的一环 你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人生所有遇到的困难 它都是一个炼金石 都是一块磨刀石 它是让我们在历经困难的时候 去激荡出自己的智慧 你才能够展现出你的耐力与火候 所以我对于别人 其实我摸良心讲 我没有很严苛的标准 因为我看我自己 在道场上讲道理 后学应该讲的很多了 大大小小的课程讲了无数了 什么道理我不明白 但是当我面对了一个课题的时候 我依然要想方设法 才能够让自己心平气和 这么简单的一个所谓的孝智问题 我居然思维一年多 才让自己坦然去面对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 他的人生的功课要去挑战 你要记得 所有来到你眼前的问题 不要学鸵鸟视而不见 而是要勇于去面对 面对的过程是用圣人所教的道理 我怎么样知道我克服了这个难关 也就是你在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 你发觉你能够非常心平气和的去面对它 你再也没有任何情绪上的一个变化 那就表示这门功课你超越了 我们总讲一句话 我的生命要有深度 我的生命要有宽度 那这个深度宽度不是靠我们讲 它就能塑造而来的 它是靠着我们遇到了一层又一层的一个考试 一个困难一个挑战 然后我们超越以后 它就能够激荡出来 它就让你的生命里面 它的深度它的广度就越来越高了 所以所有的学习你都要付出代价的 这个代价就是你必须超越你自己 你必须让今天的你超过昨天的你去年的你 你不用跟别人去做挑战 你要挑战的是我们自己 那我们这堂课就先到这里做一个结束 下堂课我们再继续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